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是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林冠 讲到健康 这个秋天一开始入秋之后 天气就转凉 在台湾过敏疾病的人 就越来越多 那有一些人就开始咳嗽 有一些人就感冒 还有一些人皮肤就开始过敏 那还有一些 这个上呼吸道 零零种种的状况 也就开始跟着流行 那秋天这个秋造的季节 到底要怎么样养生 怎么样健康生活来过呢 待会健康好生活 就会一一跟观众朋友来分享 好 今天陪我们一起分享了 有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医生好朋友 刘伯恩医生 大家好 好 再来是我们的 生活好朋友洪树青 大家好 好 再来是我们的 中医好朋友周伟伦 周太医 各位大家好 好 再来是我们的 艺人好朋友Julie 大家好 我是Julie 好 再来是我们的 养生料理好朋友阿芳姐姐 大家好 好 再来是我们的 法国料理好朋友 朱英主厨 大家好 好 我先问一下淑欣 真的 入秋之后听说 刘医师以前耳鼻喉科 就会进入旺季 没错 真的很多人 比方说鼻子过敏 气喘的 感冒的 或者因为早晚温差很大 我身边好多人最近就感冒了 那所以林林种种各式各样的毛病 就冒出来了 之前有统计说 大概中秋节之后 有八成 如果你本来一些过敏性疾病的患者 你大概都有一点点小发作 或大发作 会去找医生报道 所以这是非常严重 那这个除了要预防的 刚才讲的是 可能是日夜温差大 也有可能是因为 空气品质比较差 另外一个问题是 你会发现这段时间 刚好通常都是大家什么 要开始把那个换装 有没有 秋装 冬装要开始拿出来 夏装 春装收进去 或者棉被要换季的 那这时候你会发现 家里的城蛮数量 会大幅增加 因为这些整理东西的动作 所以大家要非常的小心 因为之前才有一个小男生 因为妈妈开始 直接换棉被干什么时候 小孩子喜欢在旁边 跑跑跳跳 跟着妈妈走来走去 那觉得很怪 什么小朋友跟着走来走 又开始咳起来 一直咳 一直咳 咳不停之后想说 是不是感冒了 后来一直到晚上 发现什么喘起来 好像呼吸有点问题 送去才发现大气喘发作 所以这段时间 如果我们必须要开始 帮服装或帮家庭的用品 甚至你的沙发套 做一些换剂的动作的时候 要特别小心 其实你周遭的 过敏性疾病的人 可能会因此气喘发作 要特别的留意 所以这个养生 饮食 包含生活的习惯 可能都要调整 先问一下刘医师 真的秋冬之后 是耳鼻后科的旺季吗 事实上各位你知道吗 在2007年的时候 台北市温泉群调查过 我们国小的一年级学生 10个里面 居然有5个是鼻子过敏 这么严重 二分之一的机会 如果整个台湾看起来 或是30% 换句话 整个台湾看起来 大概10个就有3个 那过敏性鼻炎 是过敏这个严重 最严重的疾病 那其他包括气喘 跟异味性皮肤炎 那这为什么来讲 秋灶 秋天过来之后 几个问题 第一个气候变化 我们有人说是变天变天 像我自己父亲 就是一变天 他鼻子就打偏流鼻水 非常严重 第二个来讲 刚苏星提到过 其实我们在整理棉被的时候 你把那个 我们旧的棉被泡 拿出来 上去全都沉满 我们知道沉满来讲 他最喜欢怎么样 温度比较怎么样 温一点或潮湿一点点的 他棉被里面非常多 这时候非常发作 非常严重 我们过敏性皮肤炎 造成的话 鼻塞流鼻水 鼻涕逆流 打喷嚏 甚至小朋友会造成 中耳炎 闷闷塞塞的 睡觉晚上怎么样 会打呼 你如果老公 或者你自己本身是过敏的话 睡觉一定会打呼 因为鼻子塞住了 打呼之后怎么样 睡眠中止真的出来了 所以他造成是很大的 一个生活品质困扰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一定要特别小心 如果说你的过敏性鼻炎 或过敏体质 如果真的很困扰的话 当然我们找医生看的时候 我们先查过敏源 但查过敏源来讲 我们会避开 所有的过敏的一些 诱发因子跟食物 然后再配合一些怎么样 会药物 但是调整来讲 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一集 也蛮精彩的 很多在对秋灶的方面 一个食物的调理 是值得大家参考的 真的 那请教一下周太医 中医常常讲的是 这一个里里外外 内服外用都要养生 那西医像这个刘医师 他本科的医疗专科 一开始是耳鼻喉科 所以很明显 比方说过了秋天 或者秋天开始之后 过敏气喘的案例都会增加 可是传统上中医就知道 秋天到了 真的是白色入肺 秋天要养肺 那个逻辑也相通 对 因为我们中医一直强调 秋灶要润肺养肺 后来发现说 事实上好像又要把 刚才说的呼吸大量过敏 也会再放大一点点 因为中医比方说是秋风起 秋风我们不讲秋风 那么好听 我们讲贼风 就好像你家招小偷 招贼样 那个风是乱吹 所以变成每个体质的人 有不一样的问题 当然刚才说 第一个气虚 就是他比方容易打喷嚏 疲倦呼吸 短气很喘的人 他容易会有感冒的问题 那可是有些他是不是 他是手脚冰冷 或很怕冷 他是阳虚 他变成他容易腹泻 所以肠胃到腹泻的人 也变得很多 所以这个季节性一变化 真的各式各样季节性的毛病 就不一样 那接下来阿芳姐姐听说 就要分享 秋天刚刚讲要养肺 要养生 要养这一个秋躁 才不要心烦气躁 那你要分享大家吃这个季节 健康又养生的一个 百合莲子汤 对 所以你今天选择的莲子 不是干货 是新鲜的 是新鲜的莲子 所以你在这里面 你可以看到 它还会有滑滑 它去掉莲心了 对 去掉莲心 可是偶尔里面还会看到 有夹一点莲心 我会把它一起放进来 就直接煮 然后我还搭配了 有百合跟红枣 我都称这三个加起来 它就叫美人汤 这三个叫美人汤 对 一加起来 不管你要煮咸的 红枣莲子百合 对 你要煮甜的 那当然我们觉得 吃甜的会觉得 很舒服的感觉 所以我今天是煮莲子汤 那可以看到 我这边煮莲子汤 其实它很简单 我只有在我们要开路前 把莲子洗干净 然后直接兑清水 直接开始的时候 不要盖盖子 为什么 因为莲子它是新鲜的 煮会有泡泡的 对 然后它会浮上来 就很像煮豆浆一样 为什么 它上面好像觉得有那个灶 对 会有那个生物碱 那你要等它滚上来之后 把那个泡泡给打掉 然后你才开始盖盖子 然后盖怎样 盖这样子 就是起一边 你不要把它完全闷住 为什么 因为整个泡花了 就不好吃了 它就不会颗粒完整 对 就不会颗粒完整 所以你只要基本上煮到滚 改小火 这样子三五分钟 它就好了 可是我们刚刚讲说 这个美人汤 这很简单的三个食材 外加一个冰糖 可是它就很难搞定 这个好煮 那这个大家会想说 以往 红枣 对 煮了妈妈 从年轻煮到老一辈子 这两个只要看到红枣 就是开始 老师为什么汤里面 没有投下去 开始煮它 对 对不对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煮完之后 等到要吃的时候 大部分吃到的红枣 都是老掉了 就是黑黑的 然后吃起来没什么味道 然后都酸酸的 对 就没有什么 那个枣香味 所以记得要煮 这样的一个美人汤的时候 这个枣子 千万不要下去煮 那你要 如果只有这两位 就是熄火前才放 可是问题是今天 我就要用另外一个方法 是用焖的 你就是在家里面 把你要吃的这个红枣 这个红枣是要吃的 你把它洗干净之后 我们就用滚水 然后小半碗这样的分量 就把它焖起来 然后焖着它 大概煮莲籽的时间 整个的红枣它就舒活了 它就变得有肉 是有甜味的 然后你再帮我试试看 这个莲籽的口感 你喜欢不喜欢 赞 入口即化 就是这样 就是你煮到确定 这个口感我OK的 喜欢了 好 不要问我说要煮几分钟 就是在家里面 因为每个人的锅子厚薄 火力不一样 你就是靠你煮滚了 稍微我们今天有讲 三到五分钟它就好了 然后就是试一颗 满意喜欢 这个时候我们来调冰糖 我很惊讶 新鲜的莲籽 三到五分钟就入口即化 对 而且那个香味非常香 因为莲籽的干货 要煮到入口即化要很久 然后有一些人还会用快锅在那边 是 不用 可是你就算煮出来 干莲籽还是干莲籽的味道 新鲜莲籽 它是新鲜莲籽的味道 对 好 现在这边煮到滚了 我们的红枣焖好了 最后冰糖先调好 才不会枣子的甜味又稀释到哪里 稀释到汤里面 所以汤里面的甜度你要先调出来 我们的红枣水才放进来 然后放进来之后 基本上它一滚 我们熄火之前 把我们的百合放下去 就放进来 说什么都不可以再把这个锅盖盖上来 对 你就是煮 它这样子好了 它开 就开了 就好了 就是放下来 锅盖不能再把它盖起来 然后这样子 不管你吃热的 温的 甚至没有吃完你把它吃冰的 都可以维持它们各自好吃的口感 组合在一起很好吃 可是它们独立的口感也都非常到位 对 那等会我们就今天吃温的 好 所以我今天等会 我要准备把它关火了 好 然后我戴一下手套 今天呢 另外百合 百合 姐姐要教大家双吃 对 美人汤除了可以喝甜汤 当然也可以入菜来炒 那你今天要炒的是 包含这个虾子跟我们的芦笋 是 应该是这样讲好了 百合是到了陆秋之后 在市场的摊贩 你基本上可以买到 日本山药的摊子就可以买到 然后尽量选的时候 就是那个外皮的表皮的疙瘩 不要太多的 有的时候会买到这个 对 然后呢 很漂亮 我有问过摊商 以前我们台湾的百合 多半是从大陆进来的 可是后来台湾有农民种成功 可是这一两年进来的百合 是从日本来的 所以它的肉 像这样子你把它切开 掰开来洗 然后呢 你就可以发现 你买的百合的品质好或不好 对 就很厚吧 那这个清洗干净 比较厚叫做厚吧 对 就是比较厚肉 你吃起来的口感就会越好 对 然后炒起来越不容易 就崩掉了 然后洗干净 晾干 妈妈基本上最先处理就是它 为什么 因为最后起锅放 好 那现在我们就往前面开始干净的东西 我开始 好 这个季节也很推荐大家吃芦笋 芦笋 对 也是我们刚刚讲说 在秋天在润造的时候 这个也很重要 然后我今天在家里面 我有先把它 背试的前面比较老的部分 我稍微有把它 去皮一下 对 然后把它切成这个一段 大概三四公分一段段 对 好 然后虾子呢 今天的虾子 我把它呢 做了一个凤尾的一个 准备方式 就是我把虾子 完整的虾子把它剥开 然后留一个尾巴 然后把它背化开 化背 去肠泥 对 对 对 因为我们现在的虾子 多半还是养殖虾 对 所以它还是会有肠泥的部分 我们从中间开背 所以你最好就是在家里面 你可以把它开背 然后把那个肠泥把它挖出来 对 好 这是基本的开背 跟剃肠泥的手法 真的耶 这样子就容易了 对 然后它熟的厚薄均匀熟的也快 好 然后在这里面 我们现在来放一点点的调味料 腌料 好 我放一点点的鱼露 好 这是一点点一小匙的鱼露 鱼露 对 然后一点点的胡椒 然后放一点点的香油 好 少许的香油 一点点的米酒 来 宁官麻烦你帮我拿一双筷子 好 我们来搅拌一下 对 在我还没有上任何姜粉之前 我先把这个调味料 鱼露啊 还有刚刚的米酒跟这个香油 让它搅拌均匀一下 有 我这里闻到香油跟鱼露的味道 鱼露这里感觉就会帮它调味一点点滋味 对 那稍微拌一下 因为虾子它是就是蛋白质 只要遇到适度的水分 不要过多 它是可以完全把这些调味汁 就完全都把它吃进去 对 然后我今天也不过油 我就放了一个水炒法 可是连带我要把虾球蒸熟 所以我在虾球上面稍微裹了一点点的 颗粒的地瓜粉 好 那我们另外热一个不沾锅 秋天这个季节非常推荐大家吃 芦笋百合来炒虾仁 我们稍微放一点油 对 好 放少许的油量 然后把姜 姜 先把姜片把它炒香 这个也是在家里头 职业妇女可以快速上菜的菜 而且是可以请客很体面 就是原本芦笋炒虾仁就已经很不错了 对 还加百合呢 可是你加点百合 对 它基本上百合一颗一百多块钱 然后你把它加个半颗进去 那盘菜它可以多收个盘 对 增价200块 对 加了百合 感觉比较像五星级饭店 对 那如果只有竹笋炒虾仁 比较像快炒面 就加常菜的这样子 对 好 然后让那个冷油 把那个整个的这个葱啊 姜丁啊 把它稍微的爆一下 然后呢 我们的芦笋 好 芦笋先炒 而且树青这个 我们阿芳姐姐挑莲子出来 也非常聪明 莲子基本上是有养颜美容 安神 降血压 抗癌 一大堆有好功能 对 因为一般来讲 我们先从莲子的营养成分来讲好了 第一个部分呢 它钙磷钾 就是三种 钙磷铁三种的矿物质 其中钙含量最丰富 每100公克的莲子 大概有85毫克的这个钙 你想想看啊 牛奶是100cc 有100 所以牛奶我们都知道是高钙食物 那它100公克有85 所以相当于它的钙含量也非常高 所以第一补钙 那你知道女生常常希望铁 它虽然看起来是白白的 但它这个含量也没有非常低 另外一部分呢 它的特色它有一个叫做生物碱 就刚才阿芳老师有没有讲说 我们先的莲子去煮的时候 开始冒泡泡 它那些生物碱 他们发现第一个 它除了抗氧化之外 发现第一个 它抗血压也非常好用 甚至对一些血管硬化 那如果里面有莲子芯 它的含量就会更高 莲子芯的生物碱 他们认为甚至有一些安神的作用 好 那阿芳姐 这个时间 我放了一点的 对 还没熟 我刚下去只有稍微翻拌一下 跟那个葱油翻拌好 然后就加少许的水量 不要多 然后把我们的虾球 把它掰开 然后盖起来 好 很快只要看到虾子 一变红 盖上来 好 我们现在的水煮法是 连虾子都可以这样子 把它盖起来水煮 现在是连底下 我们藉由葱姜水 然后再蒸煮那个芦笋 然后再蒸煮那个虾球 然后等会最后起来一半调味料 还有我们最后百合 再一下下 水蒸气出来就OK 好 那我们正主汤到同时 请教一下周太医 秋照一定要养肺 所以一般而言 你会推荐大家多吃性贫 或者比较滋润的食材 那这个润肺补肺的话 第一个一定要割割 粘梯 或者稠稠的东西 我们找一个百合莲子 刚才都有了 对不对 还像白木耳或山药 白骨 也都还不错 只是现在强调的是 美白和滋润的话 润肤 我觉得莲藕很不错 还有这艺人 那其实有一些黑色东西 不要是白色也还蛮好 这样海带海参 它对于整个细胞修复 还有整个细胞的抗氧化 都还蛮好的 甚至像中药的玉竹和人参 然后提升免疫力 是因为这时候 真的是过敏的人 还有流行性转茂的人 开始增多了 或是气喘的 我们会用一些洋葱 或蒜有硫化物的 甚至像菇类和白花椰菜 一些十字花科东西 都还是不错的选择 所以这个都是非常推荐大家 这个季节多吃的好食材 莲骨它真的太营养了吗 安神 血压 抗老化又美白 秋天有时候它过敏好 细胞的这些 它们的上部细胞黏是不好的 所以它们骨酮为生的A 像0.0的G 那D会抗忧郁 骨质疏忽预防 是有帮助的 娜姐 你在脱脱锅盖 在那个虾子变红了 因为水量很少 然后它沸腾的速度很快 虾子红了 虾子红了 对 现在这九分熟 然后最后我们补一点点的盐巴 就不要多 一点点少许的一点盐巴 然后刚刚我还有一点点的香油 对 好 然后都见到虾子 完全都没有带青色的部分 表示已经安全全熟了 我们就把最后的这个百合 放进来拌一拌 百合拌炒通常要多久 是不是要快 一分钟 对 一分钟左右 基本上就一定搞定了 对 太久的时间 就会有点软燃 它就面面的就老掉了 好啦 好 那我们来试吃 我们阿胖姐姐厉害了 这个百合如虫炒虾仁 也好吃到爆 那每人汤真的一喝立刻 觉得变美 没错 真的 也好吃 对 我必须说 你知道吗 大家如果正这个季节对的时候 真的真的 麻烦你去买新鲜的莲子来煮 因为据我们阿胖姐姐说 这个煮莲子的前置工作 居然是我们公独生弟弟 它就能达成这种层次 你知道这个莲子煮起来那种感觉 就是你想象你没有牙齿 你就用你的上饿跟下饿 还有舌头把它压扁 它就扁了 然后可是呢 它被压扁之后 它并不是很不团结地松开 它还是绵密地在一起 它是又松软又绵密那种口感 真的超好吃的 然后这个百合 因为它最后才放进去 它就是非常的爽脆 它没有壁气那么硬 它稍微再没有那么硬 但现在是很脆的 然后那个红枣它就复活 你懂吗 你本来是红枣干 然后它就活鲜鲜地 从一个木乃伊就活了过来 就活了 就回春了 然后那个整个鲜度跟香度 还有那个口感都出现了 所以老实说 看阿方姐姐做这么简单 然后居然能够有这样的料理 而且重点是刚才讲 那个莲子它真的太营养了 又有钙 又有磷 又有铁 然后又有生物碱 又有花青素 你不要看它白白了 有一些钱花青素是白色的 然后从安神 血压 抗老化又美白 怎么能不吃呢 而且阿方姐姐这个料理 感觉没有什么调味 可是吃起来 那个滋味跟原味 是非常浓郁 非常丰厚的 对 因为在中医来说 秋天你的一个味道 要尽量减少 像辛香料重口来减少 去增加我们肺部的 舒张的弹性 所以我觉得这个味道 是因为食材里面 而不加添加物的话 会对于身体的滋润性和加强 尤其是像刚才说的 冰糖的糖水 或是不要是辛香料的一个加法 是比较好的 好 那除了阿方姐姐分享了 秋天的好料理 接着下来 Julie姐姐也要分享 这么漂亮的美魔女 也是有内服外用的养生秘诀 应该起来说秋天 我觉得就是可以决定 一个女人懒惰还是不懒惰 你看得出来 因为你只要有保养 在秋天就开始要做功课了 对 因为冬天就见真章 真的 所以我们这样 除了我们就是说 平常吃东西要注意以外 我们还是要多吃一点胶原蛋白 真的 所以我们这个Julie今天要分享的是 超级胶原蛋白养生汤 真的 我们看到这是 这个叫莲藕 鲁鱼银耳汤 哇 所以有植物性的胶原蛋白 还有动物性的 这个鲁鱼的胶原蛋白 没错 一般我们银耳都会煮甜汤来着的 那我想说 冬天我们就 收点乐一点的汤 变换一下 然后呢 而且又有莲藕在里面 这样其实鲁鱼呢 也大家都知道 就深海鱼 其实对我们的皮肤啊 什么都很好的 那它的做法 其实还蛮简单的 如果一般我们在菜市场面 现在也是可以买到 新鲜的白木耳 新鲜白木耳 就可以买到这样的白木耳 对 这样子的白木耳呢 其实它的好处是 你不用泡 家庭主妇来讲比较方便 然后它也比较新鲜 然后其实就是 放到电锅里面 稍微蒸一下 那你可以把它剪开 那如果你是干燥的呢 这可能真的就需要 泡一阵子了 那我是自己是比较喜欢 今天我是准备的是 新鲜的白木耳 就电锅稍微蒸一下 蒸了一下 蒸熟了 那也把它剪碎了 对 剪碎 其实你可以剪碎 或稍微剁一下 就是把它的地 稍微去掉一下 然后呢 你的那个莲藕呢 再来切片 然后呢 鲁鱼切块备用 然后再来是我们的狗鸡子 跟我们的姜 这么简单 非常简单 所以这个大家 今天也是看到学到 非常容易学 非常简单 那它其实呢 很简单 我就是把水滚了以后呢 我就先把姜放进去 好 我们先放的是姜丝 而且直接滚一锅水 也不用特别额外熬高汤 对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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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因为有的人会说 姜丝不要先炒过 那我是因为自己 比较喜欢吃清淡一点的 那所以我就会再把这个 就是姜直接放到汤里面去 就让它保持一个比较清淡 好 所以我们同时下了 这一个鲁鱼切块 然后枸杞也下去了 姜丝也下去了 所有的食材 直接下去就可以炖了 对 而且我是不太清楚 再问一下中医师 我记得莲藕 好像其实对肺啊 什么也都是很好 好 来请教一下太医 因为在中医来说 只要是对肺好的 都是微凉的 像白木耳微凉 烟味是凉的 脸藕当然也是属于 凉而止血 我们不要讲生脸藕 我们讲煮熟的脸藕 对女生的妇科的 收敛止血是有帮助的 是它里面的微量元素 不管鲜或铁 它是对于我们的 红血球再生和新生 会有帮助 所以为什么多吃脸藕 会脸色红润 气色好 也是这方面的帮助 而且它是一个 有效度的淀粉 不像是白米饭 或是一个五穀杂粮 它是有效和治疗性的 中药的淀粉性的 所以它对男生女生都好 而且它富含的矿物质 新跟铁 也对现代人非常好 那我们Julie姐姐 给镜头拍一下 这几个食材 直接把它放到锅中 就可以炖煮它了 对 那你稍微就是盖一下 我们让它稍微滚一下 它的时间很快 其实只要这个鱼熟了 东西都可以吃了 因为它是新鲜的白木耳 所以它会熟得比较快 而且刚刚莲苞也切片 也会熟得比较快 也蒸过了这样子 好 那也请教一下 这个中医基本上也非常推荐 大家多吃银饵 刚刚讲白色入费 我发现我们阿芳姐姐 分享大家这个季节 吃莲子也白色 那刚刚Julie放了莲藕也白色 那这个白木耳也白色 对 而且你会发现 刚刚还有百合 莲子 莲藕 白木耳 这几乎都是我们秋天 在养生会做的事 那Julie因为我们都知道 她因为就是以她的美貌著称 所以我们都要学习 她怎么样保养 所以她选的白木耳就很适合她 第一个 热量非常的低 因为老实说女生 你保养要无负担 所以热量低 第二个部分 所谓的植物性的胶原蛋白 其实更正确的说法 应该是说植物里面 这些多糖体的成分 还有它的水溶性纤维 那它有几个重要的部分 第一个 它在肠道帮忙保水 让女生肠药油的便秘问题 通常可以 因为这样可以获得一些改善 可是第二部分呢 它这个多糖体呢 我们一般认为 跟免疫调节有点帮助 对 很多包括我们 讲说灵芝啊 或者刚才讲其他的真菌类 我们都觉得这个多糖 是跟一些免疫调节有关的 那你知道秋天到了 我们为什么会开始 皮肤这里养 那里养或不舒服 其实也跟你的一些 过敏反应 跟你的免疫反应 是发炎反应有关的 所以你用这些多糖体的食物 来多一些 其实有一些帮助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我们知道 很多人会 比如说怕什么 怕斑 对 那有些人认为说 事实上白木耳 可能有一些抑制斑的作用 所以第一个帮助你美白 蛋斑 保持肠道的畅通 然后呢 还可以帮你抗一些 抗发炎 做一些免疫调节 所以你看Julie 才能永远这么漂亮 真的 所以从你到外都漂亮 那请教一下刘医师 这个传统上很多人 把木耳炖煮甜汤 那Jul姐姐今天是很聪明 跟鱼汤一起来炖煮 那相对上 它的膳食纤维 真的是很丰富 对 其实我们也要讲一个 就是膳食一个技巧 煮菜技巧 我想自己 我不敢搬门弄斧 我们讲勾芡 勾芡来讲 我们一般就是什么 太白粉 太白酱 可是我们知道 像白木耳 跟加上这个银耳 加上这个我们三药 这是勾芡非常好 那这里面来讲 刚苏妮讲 它多糖体非常多 那下去之后呢 它的纤维量 包括可隆性纤维 我们在可隆性纤维来讲 它是对我们分辨里面的 包括它可以增加分辨的体积 吸附毒素 降低胆固醇的吸收 换句话说 可以增加我们这个怎么样 这个我们血中胆固醇 它这个降低 它这个变化 所以是非常好的 如果说在我们 在加这个基础是非常好 当然鱼肉来讲 不用讲了 鱼肉又把它加进去的话 那你刚刚讲里面 它的鱼肉的白鱼肉蛋白 像它鱼肉里面油 加到这里面很好的胶原 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膳食 所以这一锅是很强大 很厉害 膳食纤维 这个白木耳也很丰富 然后鱼肉有优质的蛋白质 那鱼肉本身富含的 一部分的鱼油 也是好的 鱼肉也是好的 鲜米加3的油脂 那姜 枸杞 也都是非常养生的好食材 难怪这么漂亮 对 每天都一定要吃 白木耳其实是我真的一个 很长期吃的一个东西 只是天天吃甜汤会腻 所以今天分享吃的是咸的 是 就是还没有到冬天 大家先hold住 不要乱骨 多蔬菜而少肉的搭配 去调理身体 进补身心 并货菜 不管是化疗 放疗 调理 我都跟大家讲 也要补充油 多吃鱼肉 因为这里面来讲 对化疗的这个 菠萨的气泡效果是非常好的 那我们现在这个汤就滚了 那我稍微刚刚翻了一下 你看鱼 只要是鱼是熟了的 其实它基本上这个汤就OK了 这个多汤很简单 你刚刚就只有清水煮高汤这样子 就是啊 丢一锅而已 对啊 然后其实它的那个调味很简单 其实就是盐 再加一点盐巴就能喝了 对 因为呢 怎么说呢 鱼它本身就已经有鲜味了 其实你就不用说 特别还要去加一些别的调味料 就吃它原来的味道就很好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哦 红朱莉这个汤很强大很厉害 谢谢大家 对 它喝起来是浓稠而且浓郁的 对 如果你没有什么时间可以炖汤 可是又要假装好像煮一锅很厉害的汤的时候 这个汤真的是最好的 然后原汁原味这个配方一定要学 超好喝 真的 而且刘医师你也鼓励大家多吃鱼鱼 真的 我们讲颅浴来讲 它这个 但我特别想要真的很好喝 真的 虽然只有盐巴调味 真的 然后颅浴来讲它里面有什么 还有维生素A跟D 我们讲秋天有时候它过敏 维生素A有什么好处 它不是光是对眼睛有好处 它对我们呼吸道黏膜的保护是有好处 有人发现就是说气喘的 这些他们的上呼吸道黏膜是不好的 所以他们补充维生素A 像颅浴里面就有 那第一我们不讲了 它对这个抗忧郁 骨质疏通预防是有帮助 不过颅浴最大的好处是说怎么样 它除了补充这个蛋白质以外 它的鱼的油 我们强调很多遍 EPA DHA 像DHA来讲 这个油来讲 在2011年 他们居然发现到 在有一种恶性脑瘤 他们在给病人做化疗处理的时候 再补充这种鱼油的EPA DHA 尤其DHA 居然可以促进化疗 铺杀细胞的效果 所以现在我们在很多的 在癌油来讲 病后在不管是化疗放疗条例 我都跟他讲 你要补充鱼油 多吃鱼肉 因为这里面来讲 对化疗的这个 铺杀细胞效果是非常好的 除此以外 我们讲说 当然对女生非常好 其实对小孩也非常好 小孩来讲 这个汤入去之后 它这个对我们的眼睛 对我们脑部的发育 可以降低一些 过动的机会都非常好 所以整个来讲 如果鱼鱼来讲 做起来 像修理家做的真的很简单 但是口味真的非常棒 而且营养都加分了 真的 今天这个一定要学 而且中医看鱼鱼 也觉得说 补气养生又美容嘛 真的 因为鱼鱼本身 我们如果用在西方医学 是觉得它里面 还有一种成分 叫做白胺酸 就是亮胺酸 其实它是听起来很普通 因为有些很老的人 或很虚弱的 或术后产 或修复的话 它可以去修复的还不错 但是现在变成说 在深海鱼里面 包括鱼鱼 我们另外更提炼出一种 比方说像 我们觉得鱼肉之外 其实鱼皮 更占有很大功效 就是大家说的胶原蛋白 可大家不要被误会说 我觉得为了漂亮 不要那么肤浅 其实胶原蛋白 是我们骨头 肌肉 肌膜 要修复的材料 只是因为女生 把它更把鱼皮里面 胶原蛋白把它放大了 那你说 举个例子好了 台湾人很喜欢吃一种 叫松雕 像深海松雕 是因为松雕 里面的一个鱼皮本身 它可以去抗我们紫外线 我们一直讲到说 我们很虚弱 为什么被紫外线晒到的 老年化的皮肤很虚弱 变成会松弛 会有细纹 所以像比方鱼皮提炼的 胶原蛋白 就会让你第一个 去抗紫外线 然后让你比较老化 比较松弛气温 但是还有一种是 胶原蛋白为什么 被女生很喜欢 因为它还可以帮助你自己身体 你本来就有胶原蛋白 不要担心 可是你老化变减少 它可以提升和增加 你自己本身的胶原蛋白 提升大概40% 这是我们对于松雕的理解 那另外就是还有 台湾人很喜欢吃一种 海曼 海曼更厉害是 比方说我们在保湿 我们有时候觉得说 胶原蛋白涂在这边 是不OK的 好像它好像进不去 不用担心 它可以去保湿 增加你身体比方说 我现在在上班 办公室里面 我的冷气房很冷 我的皮肤一直干燥的话 它可以延长你 6小时的保湿功能 这就是中医 还有西医 美容医学 现在发现 原来胶原蛋白 不是只有在骨胶原而已 在皮肤的修复汗 一个老化松弛 这纹是有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帮助的 真的 Juli平常好像 里里外外的胶原蛋白 都会很重视 那是一定要 因为我觉得 胶原蛋白对一个女人来讲 真的很重要 真的 对 所以呢就是除了吃之外 当然我还介绍一些 就是说我平常在用的一些产品 尤其到现在这个季节 一定要用的 一用上你一定会爱上它 所以我今天好好的介绍一下 然后呢我觉得就是说 因为它有胶原蛋白20的成分在里面 那最主要我选它呢 是因为它是一个胶原蛋白的乳霜 而且它是日本的第一支 就是等于是说有透过 就是日本有给它认证说 它是一个抗老 抗皱的一个乳霜 那这么厉害 非常地厉害 那平常都怎么擦 你要用吗 好 来 是吗 对 我觉得 其实它的用的方法 其实是很简单的 先让我的手回到20岁 我们现在其实就是 你把小拇指伸出来 就大概就是你的小拇指 这一截 大概两公分的长度 来看一下 大概用到两公分的长度 两公分的长度 那它的挤的方法呢 就是 你看哦 大概是这样子 我再多挤一条给你好了 感恩 你看 不要说我小气哦 是 好 然后呢 完了之后呢 它的手法很简单 就是我们用这样子 点在你脸上 点在脸上哪里 先是额头 然后鼻子 脸颊下巴 个点几滴 然后慢慢的这样子的 画圈圈式的 然后呢 把它涂开 然后呢 它有一些地方可以加强 就是比如说 我们鱼有蚊常会出现的地方 你就稍微这样子撑开它 然后一样这样子画圈圈 就是稍微加强一下 其实它整个保湿就够 还有就是我们 所以我们常常会在意的 法令纹 对 也是一样 就是在法令纹的地方 画圈圈 逐渐往上 对 还有一个很厉害 我先看一下 是不是 它整个就是一个胶原蛋白 你知道在日本 这个大家疯狂 很多人从四十几岁 就是用到六十几岁 对呀 而且它是所有的肤质都可以用 我先看一下 我刚刚这样子擦了手之后 立刻觉得有擦 这个量很多 是不是 是 润哲很多 它刚刚我所挤的量 这样子两公分左右 它就是适合你全脸都可以擦 对 我刚刚还送面手肘什么的 送面保养 又太奢侈了吧 因为我刚才在想的明明有多一条 对 而且我刚刚讲到 我刚刚就讲到二十 为什么二十 它一开有百分之一百 那另外八十是什么呢 对 是什么 它其实就是一些汉方的配方 那问一下太医 汉方的配方 汉方到底通常有哪一些功效 汉方第一个是 我们现在有其实一百种以上的汉方 都是对于一个全身的 所以其实汉方的功效是第一个 就是全身的比方是抗衰老 我要年轻 我要修复得很好 我要循环很好 我要很红润 我要不要老 我要漂亮 所以其实我们的汉方是从头到脚 比方说我们从吸收到进食要吃得好 还到排泄 还有皮肤的修复 抗毒排毒都是一样的一贯的作用 叫汉方的条例 所以刚刚那个八十二十 二十是胶原蛋白 另外八十是汉方 对 而且它的胶原蛋白里面 刚刚老师所介绍的那种什么松雕 海曼 这些都是都含在里面 而且它是日本唯一认证 就是抗咒认证的 日本认证 抗咒认证的汉方 唯一的抗咒认证的一个胶原蛋白乳霜 那请教一下太医 常见的汉方药材还有哪一些 你桌面上好像也有一些 对啊 刚才一讲到日本认证就很不服气 干嘛跟中医抢生意 其实这个抗咒本身是 中医五千年前 一万年前应该就有这个叫什么东西啊 这应该大家看得懂 应该不是韭菜吧 应该是人生 大家知道 这种人生是 你不要看它这样好像长了一两个月 就可以长出来 不是的 它长得这样真的很辛苦 要长得像人 要长得像人样 要长发成人样几年 真的很厉害 比方说我们在四年在泥土里之后 四年之后每年都要换土 为什么 因为它人生非常容易吸收 土里的一个养分 所以它每年换土要换个地方 然后到了六年之后 它的一个皂肝萃取到最高成分 然后我们再把它再留一年 变成七年 让皂肝再浓缩一点 达到说比方里面的一个浓度 在一个抗衰老修复 会有更好的效果 那这就是所谓的七年 所以这根要长七年 对 七年 然后你要知道这个拔出来之后 那个土气都不能再用 要修根三到五年 因为它里面的营养已经不够了 所以它把日月精华都吸收在这根了 对 那因为现在就变成 我们为什么要人生是 我们不只是为了要 消炎蛋白或红润 事实上是因为它可以帮助 你自己去生成好的胶原蛋白 那另外就是 你要知道说 其实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 胶原蛋白其实我们人体就有 只是因为我们生活作息不检点 上班压力冷气乱吃 像我们就乱吃麻辣锅这样 它自己流失掉 所以我们第一个是 它可以帮助我们去生成胶原蛋白 还有另外一个 不要忘记 胶原蛋白好朋友是什么 细胞里有的 就玻尿酸 它可以去维持玻尿酸的浓度 达到一个比方就是青春永驻 所以其实37种灶肝是目前在 长白人身上所认证 就是说因为它有37种 对于抗衰老 修复皮肤 修复身心 比较好了 所以我们用在保养品上面 所以这是这个药材 它珍贵的地方 是不是觉得它很厉害 对 都在这里面啊 所以这个是 其实这一支是雄本制造的 日本做的 对 日本做的 刚刚周医师所讲的 这一些药材 它其实都含在这个里面 而且它好处是 一年四季都可以用 不要这样说 中医本来就有 好不好 其实它比较厉害 是一百公克的人生 提炼二到三种 是中医奈米科技化 是这样 中医本来就有的 好不好 OK 所以是相辅相成 不过 就是我们介绍了食材在那边 可是其实我们都把它精华 放到这个 所以这支是很厉害的 一年四季都可以使用 真的 那问一下泰医 这个你今天还给大家分享 一个也很厉害的 汉方药材 对 这我就不太敢用手摸了 因为这真的很刺 我介绍给大家看 这叫栗子 我们所谓的叫做巴黎石 巴黎是你刚回来 巴黎石栗 就是8月我们要吃栗子 那10月是最好的一个 吃栗子的时候 栗子本身是 因为它里面有一个 对 就是这个叫栗子 栗子里有一个叫 栗皮精华 主要是栗皮精华 我们以前都是 我们都只吃肉啊 我们没在吃皮的 我这个人是怕胖 我都是拿来泡澡 因为泡澡会增加 我们的干涩的一个修复 拿来栗子泡澡 对于日文的泡汤 他们家真的好好演 不是这样说 不是这样说 泡一泡之后 手里又再把他拨来吃 栗子在泡汤 泡澡把它丢在水里面 它可以去增加 我们皮肤的弹性和滋润 但是目前来说 我们发现 里面的栗子皮 里面内皮精华 它本身可以去 对我们的一个胶原蛋白 还有就是里面的 我们被破坏 是有一种叫 鹿氨酸酶 应该大家都很知道 是如果我自己本身受伤了 或老化了 我们身体的鹿氨酸酶 会一直出来去制造黑色素 会让我变成老人斑 黑斑 或我变成黄脸婆 所以利皮精华 还可以去支撑 我们的一个纤维弹性 达到一个抗衰老的效果 那这一支里头 也有利皮精华 所以你才会一年四季 全身都擦 肚体以上都擦 对啦 现在只能说脖子啦 现在经济景气 不是那么好 好那接下来呢 除了就是姐姐分享的 这个养生秘方之外 我们知音主厨也要分享一个养生好料理 好 接下来 这个知音主厨也要分享这个季节 非常健康营养 又好吃的味噌鲑鱼佐优格 而且要分享一个很厉害的味噌鲑鱼 是 一般我们味噌在腌制那个鱼 我们如果拿来煎或拿来烤 很容易那个味噌很容易烧焦 对 那烧焦其实那个物质是不好的 所以我今天分享一个方式 它很简单 我们只要有厨房的纸巾 我们就是把它放在纸巾里面 好 这个是味噌烧鲑鱼的做法 也不一定要鲑鱼 对不对 对 只要你要做味噌鱼 要腌制那一个鱼块 都可以这样做 没错 那很简单 我们今天来示范两片 好 我们准备两张厨房纸巾 然后两块鱼块 这样子包起来 对 就包起来 你现在感觉到像在包春卷 还是那种春卷 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好 对 那我们就是 就是不要让它直接沾附到那个味噌酱 对 只吸附味噌的元素 真的喔 这么神奇 那感觉是面膜 然后上面才是外精华液吗 是 是 是 然后我们现在来调那个味噌的酱 调味噌 所以家里头可以先包成这样 然后再来调味噌酱 是啊 就很充容 你连手套都不用戴 对 那我们味噌呢 就直接让它进比较大一点的碗 对 那味噌 主厨今天挑的这个是白味噌吗 对 白味噌 那因为味噌的咸味每一个品牌都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要自己稍微斟酌一下 好 对 那这边我加一点点的酱油 好 所以咸度你可以斟酱 对 自己斟酱 那这边有点米酒 好 米酒我们也把它加进来 好 一点点的酱油跟米酒 那自己斟酌 顺便把这个味噌把它打散 是 然后我们还要准备一点点的开水 对 因为它还是有点稠嘛 好 那我们一点点开水 那开水也是自己可以斟酌来调整 对对对对对 开水可以自己斟酌一下 好 所以让它有一点点稀释掉 让它稀释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淋到那个 我们刚刚包好的面膜上面 这真的在敷脸 对 好 先把鱼肉敷脸 那鱼肉敷完脸会回醇是不是 还是会比较鲜美 它的那个水分会被抽掉一点点 那它的肉会变得更紧实 对 那我们就是把它都沾满 沾满 对 放一个晚上 好 放冰箱就可以了 那这个是我 一个晚上之后 我们给镜头拍一下 一个晚上之后会变成这样子 它会长成这样 对 这样也有点像人家以前那个 阿嬷寄笔粿有没有 对对对对 对对对 没错没错没错 拔的笔粿有没有 是 好 那我们现在把它拆开 好 来拆它面膜 好妙哦 所以这是昨天晚上 那个敷面膜的鱼肉 对 那我们先把它拆开之后呢 你会看到 其实纸巾上面很多那个豆 豆子的那个渣都会在上面 对 因为味噌有点渣 对 那我们拆开 它会很干净 哦 对 所以它就吸收了味噌精华 对 可是味噌有一些比较粗的豆渣 就把它排除在面膜外面 是是是 没错 那我们准备一个不沾锅 因为鲑鱼的油脂其实很丰富 对 我就不再加油脂下去了 好 是 我们直接可以下锅 所以这种味噌鱼的做法 也适用在别的鱼块 可以 可以 都可以 是 那一样都是大约让它这个 静置静一个晚上的滋味 对 没错 没错 一个晚上 那我们用小火 把它稍微煎熟 那这边呢 因为味噌鱼 其实它味道还是有一点点强烈 那我们这边来做一个 让它可以吃起来更清爽的一个酱汁 我们准备一些优格 原味的优格就好了 对 那我们准备这边有茴香 我们新鲜的茴香把它切碎 然后还有新鲜的香菜 对 我们就把它切碎之后呢 我们把它加到优格里面去 如果买不到找不到新鲜的茴香 可以用这个别的香料替代吗 其实像柠檬绿色的这个皮啊 都可以用 对 因为这个都会很 让优格整个那个清香的味道 然后很清爽 对 所以如果我买不到或者这个没有新鲜的茴香的话 柠檬皮也是一个替代理 也是可以 对对对 那它就会变成柠檬优格风 是 那香菜也是可以把它加进来 好 那这边呢我们再加一点点的柠檬汁 好 对 所以今天的这个风味佐的酱 就会是优格柠檬的基底 而且柠檬现在是原汁 那柠檬的原味也会比较偏酸 所以这样子使得我们的鱼肉就不会吃起来太腻 对 因为我们已经有那个咸味了 那我们就不要在这边再加任何的味道 就是只要那个酸酸的那个优格原来的味道 跟很清爽的那个柠檬味道就可以了 好 所以我们主厨大概加了半颗柠檬汁 然后调味我们的原味的优格 酱汁这样就完成 好 那如果呢 你喜欢吃强烈一点点的味道 这边有那个三葵酱 对 哇沙比新鲜鲜磨的 那我们今天把它加一点下去 对 所以它微微的嗆味 是 因为鲑鱼跟那个哇沙比 它是非常合的 对对对 我们就把它加一点进来 好 这个风味会很妙 所以加一点点搅拌均匀 对 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这个酱汁里头 是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锅子内的这个鲑鱼 我们锅子内的鲑鱼 也闻到这一阵淡淡的焦香 是 那我们这个就是要用慢火 或者是家里如果有烤箱 对 其实你就是把它放在烤箱的烤盘里面 然后丢烤箱 直接烤熟就可以了 所以它其实用煎的或是用烤的都可以 对 好 其实镇影犬这个鲑鱼 对女生的皮肤保养来说 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第一个是 如果它真的 它的饲料或它是野生的或什么 它有吃掉一些像小虾子或干嘛 形成它天然这个红色 我们就认为它里面可能有一些虾红素 而大家都知道虾红色是非常强的抗氧化物 对于女生来讲 你要抗紫外线或什么都是好棒 第二个部分是 这种野生的冷水 在冷水里面生活的鱼类 它有一种脂肪酸 我一般认为这种脂肪酸 可能可以帮助我们刺激那个 就是胶原蛋白的增生 因为你知道我们刚才 周太宇有讲的一件事 就是女生到我们老的时候 有一种就是我们的蛋白质会被糖化 糖化了之后变硬就塌掉了 那这个时候你就靠这个四季 它增生再把它弹回来 那周太宇那个靠的是什么 栗子那个皮嘛 然后你这个呢 这个鱼的脂肪酸也行 对 然后如果它再加上刚才那些 海曼什么深海的那些 对 你就可以Q弹得更起来 那就更厉害 好 主厨我们的这个鱼 把它煎了焦香熟了就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来摆盘 好 那我们来试吃 我们吃你这个配蒸鱼 好好吃喔 好好吃 好好吃 因为一进去就那种传统的味噌鱼的香 就那种味噌烧的香气是上来 可是传统的味噌烧 你一进去的那一趟通常会 入口就会觉得它太咸或太腻 可是没有 它香气是十足的 可是接下去第一层 你就会吃到味噌的那个甜甜咸咸的香味 咬下去之后就会看 那个鲑鱼的油会开始流出来 就那个感觉就觉得它的鲑鱼 本身就是油味噌 就是一个味噌 你就觉得它是身体的主层之一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非常柔嫩那个油自动流出来 然后刚好跟那个茴香混在一起 真好吃 对 而且刘医师 这个我们最近主厨挑的食材 都是非常棒的好食材 对我们讲抗过敏 露秋这个它的过敏太多 其实我们抗过敏谈了几个重要的营养素 我想这一集各位观众看到就赚到 这样这四个很重要 第一个就是益生菌 其实益生菌来讲 我们像我们这里面用这个优格里面 就有 那味噌里面也是有 那益生菌来讲 它最早是在我们肠子里面 旁边可以调节免疫系统 然后它调节免疫系统之后 它不是光增加好菌这么单纯 调节免疫系统之后 它会把我们里面白酒球 往一种不容易过敏的这个路径去跑 换句话说可以降低过敏的反应 第二个来讲鱼油 那鱼油来讲 我们像这个像鲑鱼 这等等这些鱼 那鱼油的EBA DHA来讲 它是有抗发炎抗过敏 抗湿质抗肿炎的效果 我们讲太多遍了 然后那个心这个东西来讲 包括我们讲在牡蛎 鱼海鲜里面都有 这个心蛮有意思 其实我们做过很多研究 过敏的人 他这个心都太低 我们在过敏的时候 我们白酒会放出叫做主酸 这个心可以让这个肥大细胞 就一种白酒球抑制它 不要让它放出太多主酸 你就不会这么打拼流鼻水 这么严重了 另外维生素C 维生素C包括我们从一些蔬果 柠檬等也维生素C 维生素C来讲 它也是可以稳定我们这个白酒细胞 所以对于所有的过敏的体质 包括异味性皮肤炎 气喘跟我们过敏性皮肤炎 甚至肠子过敏 它都有自己在促进 我们这个修复的功能 所以对过敏来讲 修复都很有大的帮助 那最后周太医也给观众朋友 一个健康小叮咛 在秋天 秋天叫做多事之秋 我觉得这时候病人真的很有事 所以还是有一个三个小叮咛 要告诉大家 第一个是不要贪量 就是你可能要早晚的时候 要加个衣服 还有就是中英比较常说 一个叫秋瓜坏度 就是你不要这时候 还在那边吃西瓜哈密瓜 让你肠味道一直腹泻不舒服 那第二个就是说 你必须说你要防干燥 因为我们说秋高气爽 所以这时候的云都不见了 所以紫外线就开始下来了 不仅内干燥外也干燥 皮肤就开始过敏或是老化 第三就是不要乱补 这时候还没有到冬天 大家先hold住 就是先把肉现在加少一点 和中药才加少一点 尽量用蔬菜加肉类 多蔬菜而少肉的搭配 去调理身体进补身心 到冬天再好好大补 特补都没有关系的 好谢谢周太医的丁宁 也谢谢我们今天这么多好朋友的分享 那健康好生活 我们今天分享的食谱跟做法 也都会PO在脸书上面 欢迎观众朋友分享跟下载 那健康好生活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准时再见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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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成功 谢谢 大成功 请不吝点赞 这个片子